大姑前人 慈悲喜舍的一生 每月就祭孤苦平平百姓数十人 宣堂严氏 相夫教子 赎盛温功 大姑前人 有二弟四妹 家庭极为和乐美满 大姑前人 聚民国九十七年 西元二零零八年 元月六日成道 享受八十六岁 大姑前人 带领发医崇德道场 整整一甲子 接受种种的锤炼 绽放生命的光芒 历经许多的艰难困苦 苦成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伟大圣迹 大姑前人 一身笑把观世音菩萨 以慈悲 喜舍 似无量心 为生命的内涵 以永不休息的菩萨视线人间 大姑前人 一身为弘扬大道 为度化众生奉献生命 大姑前人付出的大爱 天人共在 受到各界推崇 一身修办的精神与做法 堪为道中之典范 是我们后学效法学习的榜样 崇德道场 能有今天风源的基础 除了天恩施德加批 众仙菩萨诸天神圣护佑 白水圣德大地护持之外 就是因为有一位永不休息的活菩萨 大姑前人的孕育与领导 对崇德众厚学来说 恩童再造 难以回报 大姑前人焚高济贵 日以济夜 终日熙熙晃晃 风尘仆仆的来往各地 说法 度重 苦口婆心 成全道清 一天当作三天佣 积极度化众生 他老以诗心为己心 以诗智为己智 念念是众生 处处未后学 永远不辞辛苦 永远不怕劳累 他老时常提醒后学 老师心佛对我们太好了 老前人太慈悲了 我们不能忘恩哪 大姑前人一生道犯行仪 可说是真心不二 慈悲喜舍 无怨无悔 至臣不惜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如果您要敢再疲惹 噤 我们能够记得 至少 雷 不 准备 踏处 这辈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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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涉愿无别 大心护慰 欺读仇恨 倾听兵道 带路向前 春天几云传无限 无首愿起世间 勇恨过手 众生扬战 共大战争到求愿 勇恨过手 众生扬战 共大战争到求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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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人的心虚 有种勇气 有种勇气 前任的大爱无边际 和编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包ückt 李宗盛 头盛 成功 工ึ 掩飞一下 亏包装 श盛 てお尝え 千人的大爱无边际 多少血泪 引导我们 爱上哪身语 牺牲自己 网顾众生 无害能脱离 奉献众生 奔墨道场 举道无权力 多少福利 让我们有 胸盼的勇气 多少体系 让我们有 表面的良心 每天的理性 为神的灵笔 为王神积决雪 为万世的风景 Zither Harp 十年的泪水滚滚而淌 黄河的浪花也哀泣 孤独的嗜好和念在梦里 银银提醒 十年的泪水滚滚而淌 黄河的浪花也哀泣 圆明的月亮和日彩现 圣洁的光明 支撑不醒 但云火中 灌溉庄稼 在庄中正 坚固作绝 随离开心均 忠心消息 震撼穷肠 灯光明天地 尊世宗道 出雷八岁 冰堂世纪 天的金银 尊世纪 尊世纪 需要尊世纪 根据 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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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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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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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姑前人以身世道 以德福人 为建立一道同风的弥勒家园 缔造道场可大可久的规模 制度不遗余力 塔佬认为应以平安道场为基础 建设发展成标准道场 进而为模范道场 塔佬为砥砺后学年年提出精神指标 具体而为 指导大家修办方针 塔佬认为道场要传承永续 必须道场社会化 修道生活化 半道现代化 人人齐家修道 半道 人人都能正知正见 学 修 讲 办 行 样样身体力行 使人才成长茁壮 终能担大任 办大事 其勉后学 才 德 智兼备 成为道场中流砥柱 崇德重厚学 如能效法大姑前人修办精神 使致建立一道同风的弥勒家园 必能创造永恒不朽的白杨圣野 才能道远天下 救度众生 永不休止 大姑前人 自幼慈心本聚 蒙受尊翁 成恩大帝之熏陶 旭姑连平 既若福清 不遗余力 来台开荒 不管环境顺逆 急功好逸 不落人后 对社会苦难 总是关怀备致 在道场 弘扬儒家刚成伦理 五轮八德 劝孝专题到处宣扬 苦口国心六十年来不曾间断 不知感化多少人子 造福多少家庭 近二十年来 大姑前人在台湾由北到南 成立了崇德 崇仁 崇礼 崇义 及光会等五个文教基金会 每年颁发节校励志奖学金 鼓励单亲亲平学子 励志向学 举办成年礼 勉励青年之道长大成人 应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任 近十年来 更大力推广亲子读经教育 勉励大家向圣人学习 举办数师场身心灵健康讲座 道德却说 晚化人心 以进化世人心灵 成立许多大专院校 崇德志工团队 深入民间社区 帮助弱势团体 长期孤岛国中小学生之 特奉学业 让社会 国家 能更安定 更祥和 此外 也成立了八一崇德 慈善基金会 推动社会慈善传承 韩道长的心愿 续办光明仁爱之家 及性益育幼院 做好老年人的安养与养护 莲污育幼的慈善意举 为老安少怀尽一份心 为社会尽一份力 宗观大姑前人的一生 以大智 大人 大勇的精神 实践慈悲喜舍的大行 帮助师尊师母老前人 召见发一崇德宽广风源的大道场 也完成了大姑前人 自己立志下凡 所要达成的使命 如今任务完成 公园博满 回天脚趾 从何时开始的灵凡将士 至今尘道回天 正是回归佛的本位 今天 大姑前人的永别 是悲欢离合的景象 也是生离死别的必然 崇德重厚学 难以演绎的悲痛与不舍 久久在心中 难以释怀 在哀痛不已中 更直接地失去依靠 怎不令崇德后学们 心中惶恐 惊慌不已 然而宁老始终勉励后学们 要坚强地走下去 要承担 要负责任 因此 崇德后学们 绝不怀忧丧志 众后学将悲痛化为力量 仅遵宁老的叮咛嘱咐 绝不让宁老再操心 叩请宁老安心 放心 更叩求宁老 随时见灵世道 使宁老的后学们 更优质 更成长 更茁壮 以更红展的盛况 将道场永续传承 永远续败 宁老一身慈悲喜舍的大行 如今的告别 正是送佛回天威尾 尽管不能再见宁老的慈容 但众后学将可得到 宁老永远的庇佑 前人宁老的大恩大德 难以回报 宁老的慈世训绵 勇迹心头 前人啊 众后学们 永远感恩宁老 永远怀念宁老 宁老一身行道 视线给后学们 真修 真伴 真行 真诚的道风行仪 正是道成天上 名流人间 千秋万事 祖道新香 德润万邦 道行千秋的典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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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智为智 一生清修 持身圣洁 威夷庄严 普度有缘 开荒台湾 广禅大道于世界各国 来台六十年 如苦寒心 旧事旧人 行佛之肆无量心 大慈 大悲 大喜 大舍 智诚无习 与时俱进 智慧浦泊浑泉 将传统的模式带向现代化可大可久的道物结构 以计世界大同之理想 其善巧方便 审时度势 通全答辩 造就无数人才 有如其寄居一般 寻寻善诱 引导众厚学 精进向前 其余道之体用圆满周全 将老 中 亲 少 全分三界成全带动 三界一元 犹如与四十和续 生生不息 故承上天之战许 赋予紧密 继圣脉 续传言 众厚学尊称为永恒舵守 成仙起后 既往开来 传承永续 是大德前人不休息菩萨的宏愿 劫封沐浴 国内国外马不停蹄 永不休息 六十年如一日 缔造宽广风源大道场 请大家诚心敬意 细心聆听 前人慈悲说的一段话 五十年以前师母讲的 将来台湾不得了 台湾可以开放好多的地方 所以现在都是应声我们这个台湾 可以说就是第三发原地 都是台湾 老师曾经讲过 说将来我们这个道会普遍世界各国 那个时候讲的话 好像只是山东 开放到我们的华北这一带 也没有开放到外国 如今真正应声这句话 真正应声 那么在大陆的时候 就前人们都说 这个台湾是宝岛 也是蓬来仙岛 你看你们谁有发心 去台湾开荒 但是那时候我们发的心 来到台湾了 但是五十年以前来到台湾 是什么台湾 那个时候台湾是乐厚的 是困苦 是贫穷的 所以要从广大而至精微 到了这个时候这个最高超的境界 那自然就造就更多的动粮之财 所以我们这个道场又广大又精微 这么样的精致 这么样的好 样让都好 那就是很多的动粮之财 就会跟着我们走下去 他会选择我们 一年比年修得好 一年比年就办得好 所以自己要求自己要好的记录 那都是一个对上天的表白 每年办了多少事 每年我参与多少 我办了多少 我负了什么责任 我尽了什么心 那都是对上天的表白 所以我们应该继续保持优良的记录 我们个人都有一个美好 优良这方面的记录 自己知道 自己知道 你自己知道了 你要保持它 常常有优良的记录 常常有美好的记录 你说我每天都是优良 我每天都说美好 那就不简单了 叫道物的传承 这个道场的事物 所办的事物 我们要一直传下去 不能间断 那么道场要传承呢 一定要新火相传 什么叫新火相传呢 新都是木材嘛 就是那个木材 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不能断掉 不能断掉 再有还有解释呢 你看我们那个传道 传道有一只香嘛 有一个大香啊 那个大香的里边不是珠子的吗 珠子嘛 珠子嘛 珠子的 过去也有木材的 那个点那个香啊 就是传道 那点出来是传道 带一带 一帮接一帮的传那个道 要继续传下去 一帮一帮的 所以这个天命应该是不能叫做纸咒啊 你要纸咒就不能新火相传了 新火相传了 就是这个点到这个香啊 要继续传下去 这个要是讲个 这是两种讲法 那个木材的话 一个木材接一个木材 不能叫做熄灭啊 那天命要灭油 不能穿 那不是就灭了 就灭了 那说你点这个木材 你没有继续的话 就熄灭了嘛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良好的人才 你想一帮接一帮 一个新火 穿一个新火 一定要有后继之材 清除一篮 剩一篮 后边的应该都比前面的强啊 我们才可大可久 要一帮接一帮 未来要有更积极 要发掘人才 我们不要埋没人才啊 光是我们这几个人 也不可以啊 这个穿天命啊 领命啊 那也是要传承的 要提拔人才 要给他们提拔 提拔上来 要讲究道场的知语量的提升 那我们在前面 宗字班 义字班呢 我们大家要知道一个共识 要道场最重要 知跟量的一个提升 知要提升 人才要有 人才从哪来呢 当然量多呀 量多之中都可以有知啊 以多取少嘛 你要是求道人员多 法会人员多 当然讲师就来 未来就是多 你求道人员也没有 法会也没有 你想造就讲师也没有嘛 知跟量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求道人员多 法会人员多 各种班再多 这自然的提升 一定要有才华 那么这个才华也不是说非要念大学 那个办到办出来也不是大学毕业的 像那开放颤道也能够领导很多人 还不都也不是高学历 他有他的一个才华 他愿意学习 要精进 念书 看书 自己埋头苦干 默默地要去 要得人钱显贵 必得私下受罪 你一定要私下下功夫 没事多看书 多看书 多背书 多写 做逼迹 多心得 自己可以多磨练嘛 所以这个人的才华也是慢慢地磨练培养出来的 不是说我读到郭文系的大学毕业 不一定有才华 不一定有才华 不一定会学 你头脑也不一定清楚 才有才华也算是头脑清楚的 很有才华 很好 可是你要有德性 你自己根本心得 口得 深得都没有 你光是读书多也没有用 你还有智慧 还有要智慧 理智很清楚 所有智慧的人 见识可以明 预识可以通 他都是这个智慧 聪明智慧 由经验而得来的 这个什么都不管 什么都不参与 什么都怕 什么都怕 都是很懒惰 很懒惰 很愿意清简 很愿意轻松 这种人不会有智慧 什么事情他都不参与 他都没有看到 没有听到 没有想到 他都没有智慧的 我讲话 你们说对不对 对 你看我们台湾这么多点事 有那个很懒惰 也很有才协 修养也好 他就是懒惰 偷清简 给的圣本都 好好 可以 可以 到时候都不做 到时候都不做呀 都不去做出来 不表现出来 要问他 我都忙啊 我都忙啊 什么都做不出来 那个就是没有智慧 他就是没有经验 没有磨练 这个智慧 这个智慧是由经验磨练 要锻炼出来的 所以我们道堂之中才得志 点三十讲十 三者最为多 那就是动良之才 动良之才多 就可以撑前起后 就可以既往开来 才是一个关键 一个传承人物 到了动良之才 才是活活老师的好弟子 才是真正的从德人 我们选的真正从德人 应该是要从前起后既往开来 能够是传承的 就是才得志兼备的 根是我们传道的一个根源 也是一本善于万俗的一个源头 一本善于万俗一个根本源流 山东天津 就是我们的台湾 是来自上天的身上使命 是师母奉天承运的天命 这个根就是要穿天命的根 穿天命的根 现在在我们发一从德 穿成天命 一棒接一棒的根 穿天命这个根的基本地 就是在台湾 这个今天你们大家要了解 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可是老师师母的慧命 却是永久没有期限的 是没有期是没有限的 这点要知道 所以集体领导登记在中 是大家一起办 一起合办 不是说落在你一个人手里边 你一个人多人多 是大家是有人才是大家成存出来的 不是你一个人成存出来的 后边人都有人依循了 心服口服 才是一个好的人才才能够发挥所长 他对我们倒有信心了 靠着做 要糊里糊涂马马虎虎 人家不进来的 所以进一步呢 就培养才德制 三者具备的动量之才 像道场之中啊 典顺师讲师 摊足 如果才华也有 德性也有 智慧也有 三者具备的统统有 这种人才要是多的话 那就了不起了 我们半道人啊 要为了班杨历史上负责任 要做一个建功利得的人 可千万不要做一个 班杨历史上一个罪人 一个罪人 要留名千古的一个人 所以将这一代的使命 平然顺利传成给下一代 一代传一代 我们这一代是怎么个传 下一代是怎么个传 所以我们这个集体领导 真是在中 不可能是我将来 交代一个人 就是代表老师师母 老先生 你去帮助我去传天命 不可能事情 一定是集体要选 集体领导要选的 一撮人 是一个领导群 我常常也给你们 明与世纪讲得很清楚 不是一个人 所以我们也希望 将这一代的使命 很平然顺利地 我们传给下一代 下一代跟着这个样子的形式 一种方法地传给下一代 那就好了嘛 就是我们关键的圣业 修道半道 我们大家必须要下定决心 大家下定决心 建立一个理想的目标 任由一个理想的目标 要大家一起建设 努力去达成 所以你们每一位点